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超级宝贝 大家好 欢迎各位 我们刚刚初来看到很多的面 可多非常的年轻 想问一下 你听说过一部戏叫编辑部的故事吗 听说过 里面有谁 不知道 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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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立平 演的是谁 葛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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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 葛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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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啊 你知道那葛灵 是我模仿的对象 因为我觉得 我有学新闻嘛 然后在电视台 我觉得他好拽 每天上班这样呢 对 我觉得在那时候 眼前一亮 我们来回忆一下 那个片段好不好 来 我看一下 一九九一年 演员旅立平出演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 从此 葛灵一角 红遍大江南北 李东宝 你可还没过河呢 就想拆桥啊 不是你队上吹了 瞧着我 陪你一走 就是三四战地的时候了 不能给你好脸 就差没人搭理你 差也搭理不搭理 我就是没劲 行 李东宝 你可别后悔啊 吕丽平也凭借着这一经典角色 成为一代观众心目中的万人迷 好感动啊 对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这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所有的感觉都回来了 对 我们大门打开的时候 即将迎来新编辑部故事的女主编 那么多年之后 这位女主编 她又会是以什么样的气场出现的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李丽平 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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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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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李老师 李主编 那新编辑部故事 您演的还是叫葛琳 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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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关心你跟葛优演那个李东宝结婚了吗 还是最后有了结果 而且还生了个孩子 叫姨子果 后来呢 后来这李东宝成腕了 变新了 把家也不要了 孩子也不要了 干嘛干嘛 像线一样飘走了 这样的 事还挺复杂的 所以新的编辑部故事里面 不会有葛琳老师出现 有她的声音 有她的 反正总是 叨叨叨叨叨叨 一叨叨叨叨叨 反正就算她菜吧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个拍屏送大奖的活动 大家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拍 对着电视拍 每五分钟 我们就有一轮这个拍屏送大奖的活动 那新的观众呢 会得到我们由乐风网送出的精美大礼包 不过你要爱的山东卫视 爱的超级访问 还要爱的三位好朋友 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吕丽萍老师 谢谢 坐 1991年上映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 描写了一个叫人坚持难的杂志编辑部里 六个善解人意 乐于助人的编辑之间 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 那哪是人家技术不行啊 那是照相机视力演 遇着年轻漂亮的姑娘啊 不用对 那自个儿交集就实了 作为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 这部电视剧 不仅捧红了葛优 吕丽萍 侯耀华等主演 就连客串的浦泽新 张国立 刘培 李承如等演员 也成为明星大腕 而这部电视剧的幕后班底 总策划 郑小龙 编剧 王硕 冯小刚 导演赵宝刚 如今也是业内 响当当的大牌人物 那么22年过去了 编辑部里面 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编辑部的故事 当时播出以后真的是 我记得是万人空巷 只要晚上播 大家都在家里看电视剧 太好看了 那个戏播完以后 葛林当时红到什么一个程度 给大家听一下 我基本上都是观众家里的人了 谁都认识你 我就上街上去买菜嘛 我就看一个小孩 特可爱一个小孩 但我一看他 他就冲我笑 我说 我说我是长得漂亮吗 还是什么原因 结果他就说 葛林 葛林 就吓我一跳 小孩都认识 那么点小孩 我记得李雪剑那个儿子 那时候也很小嘛 就跟我儿子 比我儿子大一点点 也是 葛林 葛林可喜欢 我说你怎么也喜欢葛林啊 小孩和老人 反正全家都是 演了那个角色 生活中会带来很多便利吗 太便利了 真的 谁是 我像那个超市 比如说我穿上衣服 什么戴上眼镜 都古装好了 人家会说 嘿嘿 别装了 声音 说你那声音听出来了 你看 声都听出来了 你声也是那种 藏不住的 太有特点了 结果我说 哎呦喂 完最多的时候 我在前门那点逛街 饿了 说买一个那个煎饼吃 哎呦真想吃 我旁边来俩人 呦 葛林 你还吃热了 哎呦跟我气的 我说葛林 怎么就不能吃点天平 我也不能在街上 拿一杯红酒啊 新的编辑部故事里面 好像很多当红的演员 都在里面客串了 对对对 但是有一位 这个很重要的客串 是看着 吕丽萍老师的面子 才来客串的 那这一位到底是谁呢 看着我们 他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他到底是什么 2001年 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 勾起了一代人的 回忆与激情 这部电视剧的主演 孙海英 吕丽萍 也因细生情 结为夫妇 生孩子真好啊 为了爱妻吕丽萍 孙海英也一改 往日剧中严肃形象 出演电视剧 新编辑部故事 因为他这个戏 对他来讲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作品 我呢也参与一下 也是第二步帮助他 也不是帮助 就是参与一下 本来这个戏 别人找我也不会去的 不是李丽萍 我不可能参加 李丽萍去了 我才可能参加 这个第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别的因素都没有 我对别的都不感兴趣 没有情愿不情愿 这个是夫妻之间的事情 对一个家庭 这是哪儿采访的 在江崎 我到现在还没见到他呢 他也说他见一见 那天孙老师一说 这个超级访问问问问提 而且就是因为他 我觉得他特别好 就是因为你 好酷 特别酷 一点都 是您特别提出来 让他来帮忙客串的吗 当时我看剧本的时候 我说这怎么一个叫 孙二英的呀 这一个是有指向性的 我说这名字能不能看一看 最后就改成叫 孙二英 当时我跟孙海英 我说这有点可能 有点要找你的意思 他说真的 那没问题 他一看那个剧情 没问题 当时我真的非常 你必须得感谢他 他演一个什么角色 那情节是 他演一个就是 威虎山叫什么 山珍蘑菇什么什么 集团的董事长 我们有片段 有片段 我们来看一下 刘老师客串的这个片段 来看一下 一个寡妇 年老色衰青春不在了 除了剩点文化 这啥也不剩了 我就相中你的 就看你顺眼了 这是我们第二个春天 咱们主 那是大风大浪里过来的 李东爸都没能搞定 他感觉能翻出了几朵浪花了 你年轻的时候 余德丽还有李东宝 他们就常常调戏你 现在老的老了 又冒出个耿耳咽 继续调戏你 你看那个耿耳咽 他为什么不敢调戏我呀 最近你看那个耿耳咽 他为什么不敢调戏我呀 最大年期的是 耿耳咽没有调戏我 刚才那个戏里演的就是 他为了追你这个 董事长 谢不舍对对对 我看孙老师 你看孙老师像在生活中送花 像 孙老师刚刚在那电视剧里面是 我觉得本色出演 他生活中对你肯定就这样 就是浪漫 浪漫主义吗 送花吗 哎呀这送花啊 我跟你说 人家实在呀 这花算什么呀 送的东西我都觉得太贵了 包 嗨 你俗人 就不要在这显示了 孙老师还问一下厨房为 为驴品老师做饭做菜 真的吗 做的鱼真的是好吃 对对对 然后你做的是烫面饺子也好吃 你还记得呢 对 那今天呢有一个好朋友要说一下 到底生活状态中 孙老师是一个什么浪漫的人呢 到底有多浪漫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2016年的夏天 我们一批人去认识旅游 到了火车以后 每个人的鞋壳里都沾满了血 我看到孙海英这样的动人的情景 是什么呢 他把李律平的脚 鞋脱掉 袜子脱了 把两只小脚 李律平的脚特别小 你知道吗 小的还弱不哭的 让着脚抱在他们怀里 他看到了 这是好像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这个好像是07年还是 08年的事情 对差不多 你们是上雪山去了 我们是去瑞士旅游去了 完了因为到雪山上 是坐火车上去 他们那火车很厉害 4000多公尺啊 那个雪山很高 完了 但是很冷啊上面 完了下来以后 再坐火车呢 那火车里面 好像也没有暖气 就特别搅冰凉的那种 完了 嗨 看 把雪拖了 怎么都让他看见了 对啊 我觉得孙老师肯定是那种 他觉得特别正常 因为孙老师当兵 不是也在西藏吗 西藏对 他就是说 我们俩特别奇怪 就是说他的体温啊 永远比我高十度 比如我正好吧 他热 我冷吧 他正好 就是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你们俩在屋里怎么办呢 对 他一说热要开空调 我说麻烦了 要感冒 身体特别好 就那种 你听他身体肯定好 他那个生意的 那个搬田气 油气对 红亮 多红亮啊 这女孩子就手脚冰凉 到冷的时候就受不了了 结果一开暖气吧 他就觉得热 他正好 我们俩就在这个时候 就有一点点矛盾 我们这样的谈恋爱 就会注意量一下对方温度 热的这个也很重要 如果温度宣传 我觉得男人还是要热一点好 2001年 孙海英和吕丽萍 在相识四个月后闪电结婚 婚后 两人生活甜蜜幸福 但是却因为孙海英的直言不讳 时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喜欢孙子这个称呼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喜欢 为什么 我就是孙子 我不是在当人说这个剧组 就是差点多 不是一个档次 近年来的孙海英 俨然成为了一个愤怒的中年 公开亮相时 语出惊人 已经成为习惯 以致网友送给他一个孙大炮的称呼 面对频繁在媒体面前惹是生非的丈夫 吕丽萍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孙老师不在 我就多评价两句 我每次看到他我都想笑 他问好你 他不是这样的 李杰奥 你太累了 太累了 对 你这样太累了 他就这样 你这就 机器燃烧的岁月 你这就太累了你 你这就要住身体 我说 然后关键我们就聊聊 然后就说到了一个适合话题 其实都是让大家非常愤怒的 因为有些受惠现象 大家一般人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本来是在说一个剧 然后孙老师越说越生气 对 他会 然后就举现象中 我就 然后就看李立平老师这样 停 停 你是不是经常会这样的呢 他会进入那个状态 对 他是性情中人 非常没有 他就是里面想什么就都说出来 他不会考虑今天是记者发布会 或者旁边有很多 不能够那么了解你在说什么人 你就不用全部说掉 他没有那根筋 他会这时候会忘记周围的人了 他会把这个一定要说清楚 说的就是比较 然后你会冲到那个灭火器 说 好了 因为他会吃亏 他会吃亏 所以李立平老师会去打这个原创 他也不是吃亏 就是说周围人还要发言嘛 能老一个人说嘛 是不是 因为我们采访了孙海英老师 他也讲了一些让他特别感动的故事 我们来听一下 前一天一直是陪我去西藏 因为他知道我对西藏有感情 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我说这不合适 老到西藏去 在西藏的时候他还是很麻烦 因为他高原反应的很严重 他在火车上基本都不能动了 就是我们坐火车去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火车上高 路过唐果拉山口那一段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躺着不能动了西洋 我还是很难过的 那当然很感动的 所以我不去了 我再在中国说我少一点去 要去我自己去看一眼就懂 所以他自己去也可以 但是您一定要陪他一起去 因为他去的频率太高了 我就不能 比如一年陪一回 但是你不能回回陪 他那时候西藏情节非常的那个 他简直就是会被那地方感动 他经常要去那地方感受感受的那种 他少年时期的那种 他17岁就去西藏了 他觉得他自己回到那个年龄了 那种快乐 我觉得挺高兴的 今天他不能来现场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对我们节目特别好 然后我们导演过去 他说要有礼物送给你 他觉得一定要通过超级访问送给你 就是一束鲜花 孙老师每托我们买给你的 谢谢 你们是不是很久没见了呀 对对 我说的呢 除了鲜花 来 您先拿着 我说的 除了之外还有孙老师给你的一桌子 真的 因为他很久没见你了 你知道吗 这个是可以读出来的 贤妻认证 你让人自己念好不好 我读外面 证明吕丽丽萍女士符合 爱LU认证体系中 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秀外汇中 品味高雅 朱唇浩池 玉脂素碧的国际好老婆标准 哇 还国际好老婆标准 光荣称号 在此期间请严格履行贤妻义务再记载力 最好的气质 谢谢 谢谢免利 然后里面的内容我是可以念的 你念你念 给吕丽丽萍 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必须靠她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孙海英 2013年江西宁德 这也太 哇 成国际好老婆了 好久没见你了 想你了 这真好 一定要好好留着 还有嫌妻认证啊 我感到很 还有花 很难 你们多久没见呢 难以言表啊 多久了 有一段时间了 应该说是 她很忙各自 拍戏宣传 没办法 孙老师觉得把花跟新交代 咱俩比较靠谱啊 别人她不给呢 你们这两个信使非常可爱 我们已经获得了她的信任了 我们谢谢孙老师啊 对 在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 除了吕丽萍饰演的葛林外 还有很多我们至今 记忆犹新的角色 对待工作兢兢业业 认真负责的主编老陈 胆小怕事 比较抠门的编辑刘书友 善于接受新事物 聪明圆滑 带着点市井江湖气息的 中年知识分子于德丽 想法前卫 正直善良 貌不惊人 总想和葛林谈恋爱的 摄影记者李东宝 而在这次开拍的电视剧 新编辑部故事中 除了葛林的扮演者吕丽萍 升任主编 继续留守编辑部 刘大姐的扮演者 同正为前来客串之外 主编老陈的扮演者吕丽萍 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 不能参演 刘书友的扮演者张同 因病不幸去世 于德丽的扮演者侯耀华 和李东宝的扮演者葛优 也因为各自的荡期原因 不能前来出演 这让吕丽萍和佟正为 成为了新老编辑部的两朝元老 而在节目录之前 制作单位又意外地发现 除了吕丽萍和佟正为之外 这部新编辑部故事中 还有第三个两朝元老 他又是谁呢 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 就是都是新的人马 原版人马就剩下两位 一位是葛林 一位是牛大姐 其实还有一位 谁啊 先看一下 看到后面那台是谁啊 看到那小孩了吗 在隔一边上啊 这小孩我们要揭晓一下答案 让李丽萍老师 这是谁啊 这个不是李东宝的儿子 这是我的儿子 这也就三岁吧 三四岁 三岁 那是服装抱着他 不是他自己挥的啊 抱着他 用他手让他来挥 他太小了 他不太懂 那小时候很听话 儿子很听话 一直跟着我 因为那时候挣钱也少 也请不起阿姨来帮忙啊 所以全组的人都照顾他 对他可好了 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年了吗 他那时候三岁 现在可不是吗 所以他二十五岁了 在新编辑部故事里面 我们能看到他吗 这个还真的感谢张晓龙导演 我那时候就说 最后有这么一个镜头 我说我儿子现在也学表演 学了七年了 在我们学校学了三年 在中系学了四年 我说他已经毕业了 老老说导演能给他一个纪念 演一个小角色纪念一下 也纪念一下老板 这次一家三口 在同一部戏里面一起出演了 都客串了 对 我觉得这个意义特别大 博宇他说 他觉得自己太 那时候还不知道减肥的意义 就是有点胖 他现在瘦下来了 他知道演员是 那时候我怎么提醒他 他减了多少劲 现在又瘦了八磅吧 因为他没意识你知道吗 那时候很 他明白特别晚你知道吗 后来他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在这个戏里头 他知道我那个时候 对 是什么样子 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要广众保守 撒大王不语 有早没早 冷未干的再说 其实这么做 还是有一个主要原因 那就是 没有人生目标 对 对不起 我激动了 张伯宇是吕丽萍和影星张峰毅的儿子 1988年 吕丽萍和张峰毅因为拍摄电影《龙年景观》产生感情 多少年了 你整天跟罪犯打交道 吃饭睡觉 连说梦话都在分析安全 你分析过我吗 婚后不久 张伯宇出生 同为演员的吕丽萍和张峰毅聚少离多 加上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摩擦 在张伯宇仅仅两岁时 吕丽萍就和张峰毅离婚了 之后 小伯宇一直跟着妈妈生活 在吕丽萍与孙海英重组家庭后 张伯宇一开始和继父孙海英的关系并不融洽 初次见到孙海英时 也并不愿意叫他爸爸 但是孙海英不仅教张伯宇演戏 而且为了帮儿子的首部话剧 别让我撒谎的公演造势 忙碌的孙海英特意抽出时间到场 为张伯宇鼓劲 最终孙海英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 打动了张伯宇 现在两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 他跟那个孙海英老师相处得特别好 对吧 对 我觉得孙老师就是他是很无私的一个人 他关键时候他从来孩子有问题 他都会知道他爱他就这样 在他不自信的时候鼓励他 我有一次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就是说他可能特别烦恼 还是孩子 他可能喝了好多酒 完了就开始 哎呦那个声音特别大 我说完了还摔门跑了 我说这个怎么 孙海英 嘿你还跑了 他就突然给他顿回来 回来 要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结果他就给他能给顿回来 他还能听他的 像两个男人之间那样去对话 男人的对话 我觉得哎呀我太美好了 好 来听 孙海英老师怎么说 组合的家庭也好 怎么结合的家庭也好 他也是家庭 你就得对这个家庭负责任 那首先你这个男人 一家之主 要承认你的家庭 是你的家庭 所有的成员 是你的家庭成员 你也不要顾忌 前面以前的事情 那是以前的事情 你说这个要价钱 说我得养你的钱 我给你多少钱 你养你多多年 你得给我钱 我没给你 你就哪要这样的事情 那就不是付出 付出是不要讲条件的 那是买卖关系 我买你了 你来当我几天儿子 你当我几天爹 我给你点钱 那是什么 雇佣关系 家庭不是雇佣君 不可以的 我已开始要毕业以后 自己在演艺圈 去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了 我觉得爸爸也好 妈妈也好 都是自己的榜样 让自己觉得 就是说 其实这行饭并不好吃 就像他说的胖一样 留下一个纪念 那新编辑部故事 确实要再播了 作为其中的一个客串 他今天也给我们 发来了一段微信 微信 虽然现在博语在美国 但是说 我是很想来这个节目 但是来不了的话 我要告诉你们 我想说什么 对 他肯定特遗憾在美国 我会拍摄 妈妈好 我知道您正在录节目 您在这个戏里是主要角色 就像这个戏一样 您在生活中 在我的生活里 也是最主要的角色之一 您不光在专业上引导我 而且在生活中也引导我 在人生的道路上还给我方向 所以挺感恩的 谢谢妈妈 我祝您母亲节快乐 天天快乐 身体棒棒的 然后别太累了 天天喜喜乐乐 平安的 是这样 哇 这太意外了 你太厉害了 家里俩男的都那么爱你 是啊 我也 对 两个男人都很爱你 一直在他们的 就互相的那种 对 是 感谢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 能看到你们很幸福 我们就很开心 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除了请来了李立平老师 也请来两个非常爱她的男人 啊 另外两个爱她的男人 还有两个非常爱她的男人 你说清楚啊 哎呦 我觉得你今天 要遭全国人民嫉妒了 我在中间坐着有点受宠若惊 对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戏的导演 都是要爱自己的女演员的 对 我说的是一样 那种欣赏 对对对对 咱们欢迎一下吧 对 我们来欢迎我们本剧的导演 郑小龙 还有我们的主演王千元 欢迎两位 太热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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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众不会就想饿了 我们的手啊 有那么难吗 对对对对 我还是要介绍一下郑导 真的我太崇拜她了 北京人到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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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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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到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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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纽约 真原传的总导演 同时也是我们编辑 新编辑部故事的 欢迎欢迎 郑小龙 中国内地著名导演 代表作品 电视剧 北京人在纽约 金婚 甄嬛传等 甄嬛 这几年 你也不好过吧 再不好过 如今也好过了 就叫了这一位了 王千元先生 这是我们的 演员王千元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2010年 凭借电影《刚的琴》 获得第23届 东京国际电影节 最佳男主角 是近十年来 唯一的华语影帝 风雨送春归 大雪花花下 输酒寒天来初夏 爱情能把雪融化 在电视剧新编辑部故事中 王千元主演老编辑刘淑友的儿子 刘向前 自成副业 成为一名生活财经版的编辑 谁要不让我占小便宜 我就打死他 他已经死了 死了 孟老爷 他当时还耍大牌拒绝了 对对对 我当时想说是特别失望 然后人家本来就已经病了他了 然后他还这事那事的 后来最后制片朋友说 哎呀咱们换个别人吧 然后拿了一大堆人 后来我想哎呀算了 他已经在我脑子里已经活了 再换别人我就懒得再想了 我们坐下来聊好不好 好来来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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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今天我想王欣元 就是为什么要拒绝导演 这些理由 双手给你一个变 去变了个音 真的拒绝 我想想郑小龙 怎么能换个郑大龙来 没有 那个导演嘛 大拍导演 我也想上 然后剧本也很好 但是家里有点事 有点事得在外地 因为编辑部呢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 在北京拍 所以呢我就想 能不能 得照顾好家里那点事 还是在事业上 在北京拍 跟大导 家里的事是在东北 家里事是在东北 就是一希望整个剧组 搬到东北去拍 北京 东北的新片剧部故事 全是说东北的 茶子味了 然后现在呢 我真的很 就是特别特别感激导演 在嗑瓜子的时候 然后没有轻易地动一下斜面 把我给换了 我如果没上 真的像导演说的 错过了那次机会 我可能是遗憾终生了 真是 我们来看一段好不好 王千元呢 好吧 今天王千元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身为一响当当的财经编辑 你好 我是股市缺绿眼 我上知国家技艺品 我眼睛睛 下小菜价谁家的 请勾买 我一只 鉴于我子成父业 我爸是谁啊 刘叔友 有名的空啊 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给我孙子用 大家都尊称我为 铁公银 我觉得导演您挺深的 您拍《甄嬛传》 是这样的一个范儿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编辑部故事 是这样一个范儿 我觉得您也是一个 让人琢磨不透的人 我骨子里是这个范儿 《甄嬛传》有点装蒜子 骨子里是这范儿的 骨子里是个 为老不尊的范儿 在罗上说 我是导演 刚才在后场的时候 我说导演 你老了不应该进去 演老院 你应该去那个幼儿园 所以我觉得导演 就是他没有年龄感 他心态没有年龄感 所以你看 他拍出的东西 多久零后 对吗 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年轻 但他心已经老了 有的人老了 但他心依旧年轻 你看我这马屁拍的 叫什么意思 那马屁拍的我们都不好意思接话 他说到王天元出了一本 过日子子男 子男 子男 我们这戏里面大量的绕口链 还有中英文的绕口链 台词特别好 你还可以给你 来一段 中英文的 我现在中英文的都没了 中英文是我们的国内的乱 你给我们来一段 你好吧 他去伴自己 不是 他那个他有他有别的 比如说帅帅 我要不在边际部了 你把我电驴子的电瓶 一定充好电 如果电驴子的电瓶 你充不上电 那我电驴子的电瓶 就没电了 我电驴子就起不了了 电驴子起不了 那就不是我心爱的电驴子了 这会有点像是那种 对 我们考虑 从搞剧本的时候 我们就考虑这个事 就说的 原来那剧本 王硕和他们那个 包括冯小刚他们一个团队 打一块弄 是语言的喜剧 幽默的 但是如果过了这么多年 还是这个样子 恐怕就有点问题了 时代也变了 时代变了 而且现在的观众 笑点多高 把大家逗笑了多难 而且大家什么没见过 是吧 这都是美剧的喜剧 港剧的喜剧 然后国内的喜剧 也有很大的长足的进步 所以说就必须把 我们想象的 凡是有喜剧元素的 这种样式 通通放到这里头了 但是那个老编辑部正导 当时不是导演是吧 我不是导演 我是策划 策划 策划 那您这是 我是张罗和组织 这个戏拍摄的 那您最有权利 他那人是领导 领导 还有领导样吗 有 还有一点点 我很没领导样 我会做一点领导 反正这个角色出来以后 一个就是延续以往的 一个就是也是延续了 父亲的那个 父辈的那个扣门 对 欢迎这个扣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戏里面给大家做了一个调查 你们自己可以对话录作 对 哪位是扣门的人 有的人说过日子不难 过日子到底难不难呢 请购买 购买 过日子指南 在电视剧新编辑部故事中 身为生活财经版编辑的王千元 出了一本书叫做过日子指南 这也让观众们非常好奇 走出迎平的明星们 现实生活会是怎样的 在五光十色的娱乐圈 表面上明星赚钱容易 花钱豪爽 事实上 不少明星虽然身价不菲 但是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 制作单位在节目录制前 进行了调查 许多观众纷纷贡献出 自己的过日子指南 那么现场的三位嘉宾 有哪些持家之道 和观众们的方法是相似的呢 反正这个角色出来以后 一个就是延续以往的 一个就是也是延续了 父亲的那个父辈的那个扣门 对 关于这个扣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戏里面给大家做了一个调查 你们自己可以对话录作 对 哪位是扣门的人 肯定是王千元吧 来 先看第一条 经济大权 老婆管 因为经过我们调查 你们三位的经济大权 都有家里女方去掌握 王千元是 对 对 对 我是 你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 我是被迫加自愿 干嘛他笑得好尴尬耶 自愿 不是导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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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看看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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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好好说 导演 好好说 导演 想想 不用想 不用想 我完全 我是不愿意管这事 我在中心当主任的时候 我都不愿意管钱 因为我没有数字的概念 您特会给自己掌台阶 这台阶下了 李丽萍老师爱逛街吗 我基本上不逛街 那衣服什么 在什么地方买 那我就在不认识我人 不认识我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听到那个段子 我不知道是真的吗 反正是您这边 放在您身上 就是你跟孙老师都是 以前衣服穿好久 后来就是会 好 对 好尴尬的啊 我好感谢那个店里的那个服务员 我们就是在机场嘛 去办完那个业务 完了就跑到那个店哈 叫一 那个叫一什么三四完了 就机场旁边那个 国际就是国行旁边的那个 完了我们就进去看一眼说 哎呀下次再买吧 没有时间了刚要走 哎哎哎哎 那个服务员就叫我们 我说干嘛呀 哎又签名照相啊 赶紧逃吧 哎哎哎哎哎还叫 我说是不是咱都给拉他们屋了 然后再一回头 说特别不好意思 他的脸都比我们要红 我说这人脸红什么呀 他说你们的裤子破了 谁的裤子是你 我的裤子的 他完了算一说 瞧瞧瞧瞧 这毛可一条裤子 你看看你 完了我说哦 哎呀我说真不好意思 完了那个那个服务员是您的也破了 那我一回头看 给你 你说没有洗礼装 太巧了我觉得这什么事啊 因为我爸是在那个就是 怎么说呢 那个那个太凉快了 一种麻布的特舒服 白色的我就特别喜欢 结果 因为那太不筋膜了嘛 像你老穿着 老穿 像皮一样的穿 我老说算一样 又一张皮啊扒不下来了 他生活中就老穿这个老穿这个 我也属于那种 因为脑子不在这 你多尴尬好让人 没有就直接跟人说 我们这情理装 买的时候就一人一个洞 后来 后来为了感谢人家 在人家店里买了 买了一大堆就走了 谢谢人家 没软和服务员 让人家不说怎么办 我这是 太尴尬了 让人家拍下来 我的妈呀 但我觉得多好啊 大家老说这个明信 我的钱都挥霍 您这不是就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要是这个方面去放纵的话 多少柜子都装不下 永远少一双鞋 少一套衣服 所以买不完的 所以我看那些衣服 我那天还跟郑导说的 我说这次活动 我把所有的衣服都 对不起啊 到你这儿已经变成这样了 从我就都穿了一遍 你知道吧 然后到我这儿换成自己的了 这演员太倒霉了 这个衣服就不能再穿了 好像是 对 我跟你讲 你刚才说什么 艺人只能穿一套衣服 然后那个郑导就跟那个 听天说上看着 郑导就想 呦 我今天上了五个节目 穿都这一套 郑导 您这是第几套衣服了 没有 我这回还算好啊 反正我今天就这个 我也不会那个 我每次 我出门 反正试一去衣服 我就 这一篇我就都是 我不会那个换来换去 那个媒体会拍出来来比较 我上次活动和这次活动穿同一趟 然后他们特讨厌 给你比对的照片上面写的是 寒酸落魄 什么人啊 人家不会把我来对比的 那可不是 他是别的方面很爱好的 这人啊 比如说这方面有点弱 那方面都特别强 你说明白一点 你什么时候胡思乱想 因为你超级好都在那里 不 好 问你到那个 咱们郑导的那工作室 我的妈呀 那可是真考究 能去吗郑导能拍一下吗 很热爱生活 没事拍一下吗 保密啊对不起啊 郑导拍一下吗 我要任何的免费券 这不是戴军最擅长的吗 免费停车券 打折券 优惠券 一个不能少 我知道在座三位当中 有一个人最爱要各种券 谁啊 王千元 来 恭喜 谢谢 比如说我们家这个门口旁边 有个华塘商场 他为了吸你那个 能进商场买东西 买完了之后 你可以评那个东西 然后就去拿那个停车券 那是肯定要管的 餐厅也可以啊 餐厅也给你停车券 我们像我们是什么 进了一个餐厅 先去网上去下载 他的优惠券 然后再开始点菜 跟服务员说 累不累啊 当然不累 这样是对的吗 你觉得 这很会过日子吧 对对对 我觉得人人都有这心理 是不是 导演 占便宜心理 不是 都占便宜 就是说你能打折 我们为什么不能打折 就我记得有一次去雅秀嘛 我就带着我儿子 我也都给他装扮好 妈 妈干嘛去啊 我说像你 现在这个 就在雅秀买点衣服得了 他没去过你知道 到那便宜 说这个下一半价 完了我就便一身 这个再便宜点吧 这不能用我们原来的事吗 您刚才那身跟华飞来了一样 我儿子说 哎呦 还有这地方 真好 他以后他老去那 我觉得也让他体验一下 后来有一次 他们是认出我来了吧 说您还到这地方又来了 我说那我们也得痛快一点 是吧 东西便宜打一半折 是吧 也不是说占便宜 应该说是 这些省钱的 那些 您到底有多不屑啊 看到我们说这些 不是 以前买东西吧 还好看一件价 现在可能是播的电视剧多一点 或者是 以前人会说 哎 过过过来来 你还去便宜来来 我给你便宜多便宜 现在是明明是五块钱的东西 他在给你先说 五块五 然后看你是演员 我再给你便宜 你还在乎这个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比如说你忘了拿了停车卷 有心中很痛的感觉 没有 我当时让你掏人民币 忽然感觉有心中很痛的感觉 有吗 没有很痛 但是有很后悔 因为我的性格 我的性格就是说 如果你这儿在五楼 我就不拿了 我觉得我老公 真的是特别热爱拿卷 五楼 五十楼我就去拿 他就会上到五楼 再拿一什么换 然后他比如说 忽然有一天忘了拿卷 然后交停车费的时候 他说 哎呀 我买了这么多 我没有拿卷 我就在他脸上看到了一下 心中很痛的感觉 我觉得从《甄嬛传》 到《新编辑部故事》 我们看到 小龙导演的每一部作品 都是跨解另断的喜欢 真的 我觉得这个是您特厉害的 就是说从小孩 一直到中年美少女 老年美少女 我又是夸了一个电视台 后来变成《甄嬛台》了 天天在放《甄嬛》 我觉得包括这《新编辑部故事》 我都特别期待 我觉得小龙导演 现在的整个创作特别的棒 这种感觉 您是如何找到 这么好的感觉的现在 就是我还是有好奇心的 我还是有 人老心不老的那种 就像你说的那种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还是 保持一颗好奇的心 有好奇 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希望做这个事 谢谢 我们也期待小龙导演 带给我们更好的作品 然后也今天特别感谢孙海英老师 不仅科串的戏 还送来了玫瑰 我觉得做男人就要像孙老师这样的 对 今天特别好 还有一封戏 那再次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关注我们超级访问的微博 然后每周一晚上十点 收看我们的超级访问 谢谢 谢谢 来 拍张照片